事实上,道岩已经从朱棣那里得到了风声,朱棣打算并设南北直立,也就是现在的直立改为南直立,而静南老区,即包括北平府、永平府、济州到山海关一带、宝定府,以及后来控制的河坚府、珍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明府,设置为北直立,也就是江星火前世的京津济区域。 两个皇子,一个留在南直立,一个去条件比较艰苦的北直立静南老区。 而江星火,何去何从,也是道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甚至可说,是放在第一位需要考虑的问题。 毕竟,无论是推广新思想还是点化新的生产力,都需要有一块试验田,而南直立和北直立,不管哪一块作为试验田,都是各有优劣的。 没有哪个地方,就半点好处都无相反,在道岩看来甚至南北直立的优势和劣势是均等的。 在南直立,优势便是南直立商业发达,经济基础好,便如南宋一般,很容易通过下西洋带来的海上贸易催生出大规模的,用于对外出口的产业的手工工厂、非工厂,譬如丝绸、陶瓷、茶砖等等。 烈士则是南直立,同样也是江南士绅阶层的基本盘,这些以土地作为耕读传家的资本的读书人,不说非常厌恶商业贸易吧,也可以说是对任何破坏传统秩序的改革深恶痛绝。 而且,市深阶层在舆论话语权,基层控制权等方面,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想要从南直立开始改革,面对的方方面面的阻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在北直立,烈士便是北方本就人口稀少,如今宝京战乱,更是人少得多经济,基本接近崩溃,很难轻易发展出新的生产力萌芽,毕竟连农业生产力都没饱和,和谈进入下一个阶段。 优势则是都是静南老区,经过了四年的静南,战争洗礼,从官府组织到民间村落,已经完成了彻底的军事化转型,包括人力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是统一调度为战争服务的,这也意味着北直立的组织度极高,面对的阻力极低。 如今,战争刚刚结束,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因此如果想要改革,只需要命令一下,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上到下的阻力都很少。 当然,前提是如果能排除来自燕军内部文官体系,也就是北方文官体系的阻碍的话,这里便是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 作为大皇子朱高赤最有分量的支持者,北平不正史郭兹,如果说道演是朱棣的张良,隋军参谋金中是朱棣的陈平,那么协助朱高赤,在事实上负责燕军行政的北平不正史, 如今的北京刑部上书,刑部上书,永乐时代特殊官名,品质同六部上书,执掌则同于北平不正史郭兹,就是朱棣的萧和了。 燕军转战四年,全赖郭兹主管军相,未曾有断断机警之余,将郭兹比作萧和,是朱棣自己说的。 不过,道演思量江心火出狱后,南北直立到底哪一个作为试验田的思绪,也仅仅是到此为止了。 因为得到了回答的江心火,又继续讲了下去。 暗觉到,符合血仇定律的暴力组织,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官军,一个是匪帮。 朱高旭开口说道,你们怎么想的? 江心火转头环顾四周,看了看另外两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郑和辅然道,朱棣则是点了点头,没有言语。 见几人想法相同,江心火便说道,为了帮助你们理解血仇定律, 也是为了理解封建国家管理的两种极端模式, 即追求血仇收益的长期最大化的情况,与追求血仇收益短期最大化的情况。 我会以一个历史小故事作为例子,来说明这部分内容。 这个故事叫做《鸭肠风云》。 血仇作为暴力组织流血拼命的回报,要么是官军,要么是匪帮。 而我们的故事,则是先从五代诗国时期,一个艰难道鸭肠附近山里的匪帮讲起, 来讲讲,暴力组织是如何演变为追求血仇收益长期最大化的。 几人都饶有兴趣地听起了这个名为《鸭肠风云》的小故事。 显然,时代是真的,但人名地名应该都是虚构的。 而朱棣也对如何从一伙匪帮身上理解血仇,如何从一伙匪帮身上看到封建国家管理的影子,颇有期待。 江星火轻了青嗓子说道, 鸭肠附近有一伙匪帮占山为王,他们以叶子牌起源于唐宋的早期麻将出行游戏的图案作为蒙面, 号称马匪拦在商路上打劫,只要是路过的,别管是谁,都免不了要走杀人越货的流程。 当然,有的时候他们的首领王马子发善心了,也不一定杀人,而是劫掠了钱财后就让马匪们把人放走了。 久而久之,这条商路上有马匪的事情,就在商人圈子里流传开来了,你们猜商人会怎么办? 朱棣沉吟刹那,猜多地答道,既然不管搭不搭上性命都得血本无归,那肯定是要绕路的。 燕校尉说得对,江星火看了眼,这位赶在皇子面前强化的燕校尉,心中愈发狐疑,却也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所以商人们都绕路了,老百姓也不从这里走了,马匪们开始坐吃山空,马匪们意识到,不能继续这么干了,这等于是自决财路,相当于自己杀自己父母。 所以王马子对外宣布,以后走这条路的,无论是商旅还是行人,马匪们非但不会伤其性命,略其财物,相反,会给予其马牌作为交保护费的凭证,只需要出示马牌,那么在后续的路段和岔路里,马匪们都不会伤其性命,更不会索要额外的财物。 而马牌的售价,则是十文钱一枚,一枚起售。 马匪们在商路上设卡,根据商旅货物价值或者行人的人头数来奖纳铜钱,换得对应数量的马牌。 江星火继续问道,这样一来,面对以王马子为首的马匪们的明码标价卖马牌,你们在猜猜商人们和老百姓会怎么办? 朱高旭习惯性地摸着自己的大胡子,答道,自然是要考虑绕路时间上的得失,以及马匪们是否讲信誉的问题。 还有一点,郑和在一旁提醒道,绕路也可能遇到新的土匪。 对呀,朱高旭呆了呆,却是想得不全面了。 朱迪若有所思地总结道,所以商旅们和老百姓就要衡量一个问题,究竟是从马匪们手里买马牌划算,还是说冒着花费更长的时间以及冒着被其他匪帮劫掠的风险去绕路划算? 朱高旭看了看父皇的神色,小心翼翼地分析道,应该是买马牌划算。 确实如此。 江星火也点点头,继续说下去。 所以渐渐地,商旅们和老百姓发现王马子讲信誉,买了马牌,确实可以安全通过,也开始逐步信任这些马匪。 甚至于,有周围村落的老百姓还会主动给马匪们交钱买马牌,却不是为了通行。 朱高旭愣了下,下意识地问道,不为了通行,那是为了什么? 江星火答道,交钱买马牌是为了让这些不伤人性命的马匪,来帮他们抵御别的匪帮的喜结,有时产生了纠纷,还会让王马子帮忙主持一下公道。 朱高旭诧一道,这还是匪帮吗?这不成了冠军了? 而朱棣的思维,显然比他的傻儿子更加深邃,朱棣很敏锐地意识到,这时候的马牌,其实就已经成了血仇的等价物。 卖马牌,就是马匪们在收取血仇。 而老百姓,从惧怕到接纳,甚至需要马匪们来帮忙保卫桑子,乃至调停矛盾,这显然是马匪这个暴力组织,血仇收益开始追求长期最大化的转折点。 因为这时候,马匪们已经意识到,只有从秩序的破坏者,转变为秩序的维持者,他们才能更多,更久地卖马牌,可持续性地节奏而鱼,而不是直接把池塘里水,抽干,鱼捞完。 江星火微微摇头道,不,他们还是匪帮,因为有的马匪,就是愈合难填的。 马匪们毕竟还不是冠军,他们做不到另行禁止,王马子的话,马匪们也不是完全听从。 有的时候,马匪们会摘下自己的叶子排头套,换上别家匪帮的装束来打劫明明已经交钱买了马牌的村民不巧地势,有一次做得不干净,还被逃出来的村民指认了出来。 王马子是个豪杰做派的,马匪们的规矩被坏了,脸上尾石挂不住,便亲手杀了坏了规矩的马匪,以平民愤。 朱高旭一缩脖子,这个故事怎么听起来跟上一个三儿子的故事很像?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三儿子是被他皇爷爷朱元璋抓点形扒皮宣草了。 江兴火继续淡淡地说道,借兄弟头颅取信于民这种事情,在这个五代诗国时期的小匪帮里,隔三差五地就会发生当然了。 这倒也不影响王马子的势力渐渐壮大,马匪们甚至开始有模有样地收起了秋梁,一步一步地,开始真的向官军转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